他如果文件量太大 跟文件量没关系 就主要是啥呢 之前的我们就是都是自己聊 聊完之后呢 还要后期剪辑 怎么的再上去 直播的话 有人如果直播在直播过程当中 提出问题 我们就等于说加入我们聊天了 当然他没办法加入我们语音 文字的话就可以 就说穿了 直播嘛 有那个参与感 因为慢慢的 你看这 跟你这本相关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之前有那本书也是你介绍的 所以大家可能都 在我这个频道里头 你这个Sonia 大家也都认识了 所以如果有期待他 有可能会参与一下 那咱们再慢慢解决吧 行可以 那今天先你说 你主要是 你想听什么 Borni 怎么念来着 Tim Urban 对 听起来像一个酒的名字 对可以聊一聊这个Tim Urban 在聊Tim Urban之前 咱们先那个 我们先聊 我今天好像写了个提纲 OK 好 不是很严肃写的 就是停车的时候 在路边写的 对 我看看 提纲在手机上 手机上 那你这就 就不能展示了 也行 你先 我没有放下 没事 对 就是有个线索 也不是说是完整的提纲 聊那个Tim Urban之前 咱们先聊一下那个未来学 未来学的一些意义或者是价值吧 因为咱们上几次 辩论过几次嘛 这个下来不是你也在 我看你也在读那个巨变 就是我国家 刚刚读完了 读完了 现在发觉 读这种大不头的书 你只要坚持一篇 读一章 这个很容易就读完了 是吗 对 对 那个巨变我也是 他算是新书嘛 八十多岁写的 我记得 对对对 一九年出的 这个相比于其他的书 什么七几年八几年出的 的确非常新 因为他 我记得他那个个人危机 国家危机等等 比如这位贾蒙德是吧 对对对 戴蒙德 戴蒙德 反正姓是姓戴蒙德 对他呢 他可能不算是严格的 这个未来学家 但是我觉得他处理危机的 这种态度 以及他分享自己 从一个科学工作者 然后到社会人文的 综合工作者的 这种态度 我觉得他也是 未来学家的 这个工作态度 对 而且咱们不是 六七月份 在聚会的时候 咱们玩了一个 就是未来帐篷 抵抗危机的 未来帐篷 我觉得 谈这个未来学家 肯定要是从 这个一个是危机 危机的当下 危机的未来 以及应对未来的 这个态度 我最近读了几本书 有一些宁恋吧 他们 我发现这些未来学家 都会强调 一些观念词 就有人就说叫 心范式 有人说叫 心理性 总之 所有的人都 所有这些 有未来精神的人 都同意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 今天读的这本 他说叫 心理性 人类正处于一个 转折点上 正处于一种 心理性的开端 在这种理性中 科学不再等于 确定性 概率也不再等于 无知 这些人基本都是有 科学精神和 社会人文的精神 去结合的 我觉得这个 反正挺动人的 上次咱们 说过一些 未来学的阅读 对于个人的一些 你能听到吧 听得到 对于个人的一些 梳理啊 一些转型 他们叫个人的 transformation的 一些转型和提升 等等 一些认知升级 等等 常用的这些词 对 大概就是 所谓这个心理性 心范式 或者新世界等等 都挺动人 那天 无意中读到 另外一个作家 他就提到说 我们都进入 这个新世界 可能不是很难 但是在这个 新世界里面 去发现新世界的 那些所谓 心理性和新线索 确实非常难的 所以我觉得 这持续不断的 因为你也在读 我也在读 我觉得每天 我都在读 就对 每天读 你是读一本吗 还是同时 好几本一起读呢 有的是很连续 很吸引我 我就会全部读完 有的一两章就放了 就再看其他的 有一些 我是检索性质的 对 OK 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读书 越来越快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姿势啊 那必须是这样的 其实包括这个叫 甲雷德 甲蒙德 甲蒙德 带蒙德 带蒙德还是甲蒙德 对对对 甲雷德 带蒙德啊 他也是 他本质上的是一个生物学家 从研究胆囊的什么东西开始的 但后来呢 他还是不由自主的变成了一个 像你说的 有未来学意味的这个社会学家 而且在危机这里头呢 说的很清楚 他呢只是给出来一个 变述性研究的一个框架 希望后面有人呢 按照他这框架的拓展出去 他已经没有能力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这个经历 甚至于他自己还说 甚至于这种 现在他看出来的未来也好 不是未来也好 其实就进入2010年之后 大数据和这种定量的这个解析 在社会学里头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一个基本的素质 但是他对相关的这个技术呢 并不了解 完全是靠他那个质问者 或者或者这个研究生来去做的 但他呢是负责提出问题框架啊 以及叙述性的这个描述的这种资 资料的这个叫叫啥类的线索 然后大家聚集起来 最后呢变成一个让自己啊 稍微可以说认可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但是你最后说的呢 那一句反而是这个所有的对未来 所有的一个一个提纲协理性的一个 一个论据 未来大家很容易进入 但是很难在新的这个未来状态下呢 发现新的规律 因为很简单 就是无论是未来还是过去 我们都是被动进来的 没有人问我们 想不想出生在当下这个世界 对吧 你选个像啊 你是想出生在四几年 五几年六几年 如果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出生了 所以都是被动进入的 那被动进入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对对未来也好 跟其实跟当年那个什么来着 原始人啊 头一次仰望星空的情况是一样的 完完全是陌生的 甚至于我们手上 手上现有的这些工具 未来可能都会失效啊 所以这可能是大家的这个 叫共同的焦虑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新的术语 什么心理性啊 怎么地的 我觉得以后可能还会 啊很难创得出新的词 这这是一个 这可能是个问题 因为最近也是在反复在看那个信息简史 还有信息传之类的 因为AI也好 怎么地也好 AI其实他跟我们人的这个生物 像你说的这个叫生命3.0 类似啊 他其实只要是生物啊 无论他有没有智能 他都是一种叫以秘伤为实啊 就以以啊 以重新秩序化的这些东西 无论是信息还是能量 以这些东西作为呃 维护维持自己生命生长 延续的这个燃料 这一种都都叫生命都叫生命 但倒霉的是啥呢 叫什么生命3.0 很明显 他的主燃料是信息 而不是其他的普通的能源 对吧 不是生物能 不是化学能 而是信息 信息才是推动他 甚至于他就存在于信息的这种拓扑结构当中 没有这些信息足够丰富的信息 AI根本不存在 现在因为AI他不像我们 我们其实就是我现在想想 你生命1.0也好 2.0也好 我们我们是在哪些信息里头成长起来的呢 是以肉身啊 肉身的好多书里头说 我们的人体啊 实际上是一个宇宙飞船 他的主要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的DNA延续啊 在这个外部高速变化的啊 苛刻的生物世界也好 客观世界也好 存活下去 让DNA延续 那我们的意识呢 是在诞生在这个宇宙飞船里头的一个AI 是无意当中诞生的 他诞生的信息基础是什么 就我们这个肉身 只要一出生持续不断的 就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就五官吧 甚至还有什么第七官第八官 阿赖耶什怎么的 这些信息也是被动输入的 像你说的 我们被迫 我们从一出生就给被投入到了一个 由我们身体作为各种各样的感应器官 增产的这个宏大的这个信息流 但是后来呢 信息流在我们人类大脑诞生之后呢 就不再不再叫啥类的 不够了 人为什么现在忍不住要去刷手机的原因 就是跟我们小脑啊 什么中期的什么啊 爬爬行期的这个脑啊 到过我们的智能脑是一样的 对信息的渴求我们是刻在DNA当中的 但是现在我们最倒霉的地方 像你说的 我们现在的最大的最渴望信息呢 不是客观信息了 大多数信息都是我们知道出来的 就是有我们什么东西知道呢 就是语言 所以你如果发明一个全新的词 不是什么心理性啊 新动态平衡啊 新规则啊 别人不理解 那这就导 这就意味着是啥呢 语言本身它实际上是 不是非常严密的 在信息里头它跟代码相比啊 语言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有混乱的 有这个叫悖论 它结构也不大清晰 我们沟通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误解 所以这个沟通是 变成了一个一个一个专门的一个技巧 所以未来学家现在想一想去 他就像上次说的 我们的这个叫叫什么来着 这个引游诗人啊 他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用 旧有的可能非常混乱 或者说低效的东西构建出啊 指向未来正确理解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思考路径 或者说游戏 像你说的啊 游戏也好 产品也好 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 因为未来学无论如何 他是属于社会科学 他没办法属于这个叫 类似于宇宙啊 天文学啊 物理啊 化学这种客观研究 因为他研究的 说穿了研究的是啥呢 是以人类行为为线索的 未来客观世界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 如果把人类这个变量拿走 未来其实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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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绕回来 倒是让我想起来 我们之前看生命3.0 里头有一种 就大家全体啊 飞升 全部到那个意识 全都到这个AI世界里头来 也就是说 这等于说是消除了未来 客观物理世界 或者说这个现实宇宙空间里头 人类作为一个种族 智能种族 对现实影响的这个一个过程 这可能反而不是一个 有意义的未来 因为人类他无论你现在是不是 啊地球的癌症也好 怎么的也好 他这种啊 为了自己的减伤啊 扩大了地球这个生态圈 或者说智能圈的这个叫伤 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叫啥类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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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腾 没有这个折腾就没有意义了 那你现在这是顺着你的这个意思 往下说最后一句啊 未来很容易进入啊 但是这很难从当中啊 啊及时的提炼出这这个新的规则来啊 虽然我们以往啊考验这些规则 不是去总结那些规则的工具 包括思维啊方式 包括他们这个AI给我们的这些助理都在啊 但是未来因为有点像啥呢 比较小的这个股市啊 我们人类本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而且我们人类对这个未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所以我即使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话 那未来就有有可能啊你思考的越多啊 反而这个叫造成的这个损伤或者损害越大啊 这个特别在那个说说起来巨编那本书里头说的就很搞笑 特别是日本啊 他这本书里头一共12张 但是日本就单单占了两张 很搞笑啊 一个过去的日本和未和现在未来的这个日本 因为日本非常隔壁 叫什么来着隔壁啊 对于历史的态度跟德国是完全完全两个极端 这就很很搞笑 呃叫是拓拓展出去 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 他对于未来或去过去跟未来是是一个像像墨米乌斯环 你对过去的态度是如何 对未来态度必然也是这样的 这是改变不了的 一个国家一个一个民族既然是这样 拓展到整个人类 其实也是类似啊 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不是说不靠谱 很明显跟其他人应对危机 跟其他国家应对危机模式不相同的这个国家 他怎么改变他 那能够把一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改变了 扩大出扩大出去所有地区国家相关的进行改良之后 那么人类才可以往前改良啊 这是这是这个叫啥 这个巨变啊 里头现在拓展出来 我可能感感觉到了一个一个未来的一个态度 其他呢 对对 巨变我们就是反馈一下 因为你最近在坚持读吗 我刚刚你说的那个有一些我特别感同身受 关于这个信息社区的这个嗜好 我也觉得是越来越强 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和你可能有点症状比较像的 就是对这些复杂性信息的一些社区 而且我觉得成瘾其实很不健康 因为最近在跟其他朋友 一些女性艺术家朋友在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就是对植物的那种 比如对生命的热情 养宠物养植物等的 他们投入很多的时间 而且那个会给他们很多的正反馈 所谓的疗愈时间 我觉得疗愈这个就像一种 我说动机啊 未来学自己的研究动机 曾经可能是自然治愈 因为自然的这个信息的丰富 或者是它和你DNA的那些的契合 是艺术治愈 包括文学 还有这些科学著作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艺术 包括因为我之前是做那个城市设计 城市空间艺术 那个视觉艺术挺治愈 后来有一段时间 就所有的审美对我都失效 就不再治愈了 因为我那个城市审美里面 它只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审美 百分之六十都是政策和经济 所以你不是咱们有一期 你就把我那个title是城市规划师吗 所以也和城市的转型 还有包括中国经济学家 比如师展他们写的那个枢纽啊 包括你说这个中国危机巨变有关 这些宏观的先不说 就个人而言 我觉得这个信息屁和信息的这个嗜好 很苦恼 但是未来学家似乎是 就差不多是我每日每周的一个药剂 因为我琢磨了很多东西 我晚上回来躺在床上 别人可能是刷其他的 我基本上就把这个 比如那天就搞了 你说那个生命的耗散结构吗 他得从环境中摄取那种伤 拉出来高伤的东西 摄取低伤的食物排泄出来 等等那个叫耗散结构 我就去查等等 或者这些物理学 基本上我会发现物理学和 社会人文经济学的这个综合位置 也会比较好 之所以今天想聊这个team urban 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不是说到去读这些 读这些未来学的著作怎么样去转换 我觉得我印象中有几位转换的 是特别可以作为人生模板的那种感觉的 这个team urban它就挺独特 我今天分享两位 一个是这个team urban 一个是一个叫brockman 约翰 John brockman 先说这个John brockman 他和team urban有可比性 这个呢是因为 就是你去搜索 咱们能搜索中国出版的 或者是全球出版的 一个关于复杂学说的 最多的科学家的出版 怎么说 出版物 他是编辑 包括这个 都是编辑 他不是作者 对 他是包括贾雷德 我就是这位 你会发现过去十年里面 或者过去十五年里面 咱们最爱的那些书 他都是编辑 就他都是 对 我可以分享一下 他包括那个思考快与慢 诺贝尔经济学和那个 那个等等的著作 这类著作 他一个特征都是融合了 社会学经济学 人类学和科学 他基本上是能够把 而且最大的一块是科学家 是他是最成功的 把那些科学家给写成畅销书的 之前科学家的书是 因为太理性嘛 太过公式 后来他就鼓励这些科学家 各种各样的物理学家 生物学家 回头我可以找一个list看 很惊人 就是他去鼓励他们 去沟通那个写作的一些技巧 把若干科学著作都卖成畅销书 这个人我记得我几年前 去看过他的生平 因为我觉得太神奇了 反正就是读了所有书都 每个作者都在前沿里面感谢 尤昂 好好好 对对 包括那生病3.0 他他们他也是帮他出过书的 对 这个人呢 他很奇特 他最早就是做那个媒体的 他就是帮那些 最早他就是做那个媒体的事件 就是帮 怎么说 就就传统媒体 对新闻类 但他做科技新闻 他就最早他做了一些 先做那些之后 他做了一些事件叫慈善晚宴 在那些慈善晚宴里面 他就认识了很多富翁和科学家 这两类人 他就发现在这些富翁和科学家之间 有一些巨大的机会 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公司 类似咱们这种 就叫多元的咨询 复合的咨询公司 那个叫中间媒介 我记得他那个公司叫中间媒介 大概就是给西门子啊 给那些高科技公司 去做一些品牌和顾问和咨询 多元的顾问 对 有的是关于市场的 有的是关于技术的 因为他有一个复杂的智库嘛 他不有艺术 对 他就后来就做了一个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呢 就叫Edge 1DGE 我肯定听过 因为这个很棒 他的logan就是 让科学和艺术联姻 汉语那个媒人媒婆的那个词 那个词 然后他就开始去出版 基本上他出版的都能够成畅销书 这个Edge俱乐部呢 他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他的参考就是你说的这个 大概17世纪 18世纪 英国皇家或者德国皇家 有一些叫月光社呀 那种科技 科技协会等等 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缘等等 所以在疫情前后的这些年 他们已经坚持做了12期 他们每一年有一个年度问题 就是我 我记得我推荐给你过 就比如那些 让科学家们苦恼的问题 他每一年都有一个问题 每一年就会出版一本书 大概会集合100位科学家 出一本书 每个人关 比如有一本 我特别爱的叫 《互联网思维改变了我们什么》 对 跨界科学家 生物学家呀 人类学家 语言学家 各种计算机 计算机系统思维学家 很棒 那个特别的集成 所以Edge Club是全球 咱们之前不是说过 那个圣塔飞吗 那个圣塔飞呢 它比较学术 就是在那整公式嘛 各种公式 经济学公式 还有那个物理学公式 但这个Edge Club 它特别注重媒体 它就是搞著作 它著作里面 要把公式最小化 对 就面向大众的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就 它的这个新闻媒体 媒体这个体制 不是不是 对这个志趣 起作用了 对 就这位很打动我 我差不多有一年 我记得是疫情那年 读了好多好多 这个Club的一些东西 把它的网站等等 我觉得很棒 而且它那个 就是你说这个 discussion的这个感觉也很好 下次我 我记得我做过几页 那个可视化的分析 下次可以在 微信 就是你之前列出来的两个书单里头 好多就是这个Club出的 对对对 就是Edge Club 这个这个很动人 因为这个咱们不太可效仿 因为这个人 他有自己的能量 财富圈 还有 不是不是效不效仿的问题 而是怎么说呢 这个应该说是跟国家发不发达有关 包括呢 叫叫那个巨变啊 或者说那个戏剧媒体 什么钢铁啊 枪炮里头 也说的很清楚 这个我们古人也说过 什么苍脸族 而什么 而什么礼节制等等 这中国人现在焦虑到自己 活着都很艰难 现在我们的主流的这个叫讨论的是叫生存 而不是生活啊 他都受人在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 这种情况下 对未来也好 原未来这种好奇心就已就被克制 被压制住了 那所以你刚刚说的包括这个人啊 可能另外的一个这个Tim Urban也是很明显他 可能我待会再分享 对对对 包括这一这位哥们 他为什么建立这个呃 这个A制啊 很明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就是他感觉到富翁与这个叫就说穿了 富翁他们就说就叫富豪啊 不是富翁啊 富豪跟富翁还还两叉的 就是个人资产100亿以上的是富豪 10亿以上的叫富翁 1亿以上的叫什么中产什么乱七八 这个不能说 就是富豪他关心的一定是未来的事情 为什么呢 富豪他关心的一个核心 大家全部关心都永生 因为我需要用为我或者我的家族 这个财富呢 可以继承下去 那OK 他们包括自己的智囊团也好 这个叫叫啥来着 资讯顾问也好 他们比普通人能够掌握 甚至比国家领导人 还有掌握的更丰富的信息 无论他是哪个领域的 就算你是搞石油的 你一定也会收到很多生态啊 方便的这个叫报告 而且这报告呢 也不用你自己读啊 有专门的人给你读 那专门人给他读的呢 基本上也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创始人 有专门的智囊团 读完了之后呢 把它简化成 所谓我们古代给皇帝看调成 OK 我把公式简化掉 我把我的论证过程简化掉 我把我的这个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性列出来 就OK了 就可以让富豪快速理解我们当前人类和地球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为什么比尔盖茨都选择先去把儿童这个疾病先搞定 因为他最后优先排排序排下来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意义最大 就投入进去了 所以听来听去呢 就是好奇心 好奇心是这位哥们 他愿意把自己的积累的叫资源也好 热情也好 人脉也好 投入进去的这个第一原动力 如果他对这些这些这些科学家研究东西不感兴趣 那么他不会想到要把这些人 他的这个研究的命题怎么样结合出来 让普通人和这个叫富豪都会很有趣的这个方式去看下去 所以好奇心像你说的那什么样的人会成年之后还会有好奇心呢 这个就有可能我现在想一想 我现在想想就说穿了我认识这么多人 到现在为止还没放弃儿时的一些爱好 你比如说你说原先喜欢打游戏的 现在还在打游戏 看动漫的现在还在看动漫 原先喜欢玩尼泊的 现在开始哎 玩雕塑 原先喜欢 但是这些东西跟他的这个工作无关 这些人好像共性都是小的时候看过 特幻 你说很小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叫啥类的 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类 就说穿了他们有人类这一个自觉 首先我是个人 是一个中国人 再然后是谁的儿子 再然后是公司什么东西 这个层级建立起来 但大多数人的不是 我只是谁的儿子 接着呢 我是哪个家公司的这个叫职员 没了 上面没有东西 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就是OK 我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现在保证我保住我的职位 保住我的这个上职位上升 保住我的个人资产增 其他东西他不是说没有好奇心 而是说就是说他吞噬了 他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我对认知那个层级 学习层级里头的一个第一层级 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那这种情况下他没办法开始 对的 就是他有个象限嘛 其实这个象限我还写到咱们那个哲学对白里的游戏的角色卡 就是四个象限嘛 已知的已知的已知 已知的未知 未知的未知和未知的已知 就很多人他就局限在第一个象限 你说这个象限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分法 其实就是叫认知啊 他不叫认知 就是认知层次 你那个象限分了分了 如果分了这四个象限的话 你认为哪个象限是最高层级呢 对是肯定是未知的未知 未知的未知 这是最高层级啊 你说你说 因为这个是 明白了 你是说现实情况下存在的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不可能知道的是吧 比如这些暗能量嘛 咱们都知道80%90%的那些暗物质和暗能量 以及所谓高危 以及所谓的终极之问嘛 就是时间 如果时间是假象 时间的时间 大爆炸之前之前那个时间等等 时间可逆不可逆 包括你说它究竟是 他们有一个比喻叫时间之鉴嘛 就是始 始量那个始 有人说时间之始 对我觉得那个未知的未知肯定更诱人 因为现在咱们可能 因为你咱们作为三维的一个载体 可能也搞不了那么深刻 所以现在更多是在学 已知的未知 把这个作为学习学的一个动力 你这个我明白了 你是哲学上对于我们 可以探索的空间的一个划分 对吧 OK好 那那我对他的这个划分正好反过来是我们学习 啊 程度的往前展啊 是是一个线性往上走的 就是先不说时间 时间反正这个我们估计要找找一个专题去说 那既然现在说到叫叫未来啊 未来学 那未来学这个涉及到我们学习本身的这个本质和这个探索的一个目标 我之前说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呃不知己不知就是嗡闹嗡闹 就是说不知道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这个呢是我们刚一开始学习的情况 因为没有任何学习没有任何探索 接着呢你上学被灌输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你不知道自己知道了什么 你就学的这些东西 你呃大多数是直接灌输进来的 直接背你比如说九九成发表 那九九成发表什么情况下会用什么情况下 他有更新的方法去用 就大多数人刚一开始学习是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 所以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接着呢就是ok像像这种开始主动探索啊 有这种科学的这个素养开始研究 甚至有一定的成果了之后呢 这种状况呢叫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这这已经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层级了 那再往上一高高一个层级呢 是呃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这这什么意思 就是像那爱因斯坦啊 包括那个牛顿 他们很多伟人就是那种 整个一个时代里头 全人类里头最前沿的这些人 大多数后来都ok重新去信了一些 这个叫宗教 为啥呢 因为那他们呢 他们已经掌握了几乎是人类能够知道的所有的边界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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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已经可以知道 我不知道哪些东西 因为他通过自己掌握的足够多的知道的东西 可以感知到不知道的整个的那个态势 反而感知到我不知道那些东西 他本身有太精巧的结构 这个结构导致感觉不像是自然存在的 所以他们不得不把 我我虽然我不知道他们 但是我可以知道 我我已经知道我不知道那些东西的结构 大致的这个叫轮廓 这种情况下 那么那么这是啊 这是比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还要还要高的一个层级 那按照隐喻来说啊 这刚才说的全都是全都是我的体验 跟大家其他人去解释的时候都说是这叫图书馆啊 比如说我们呃全宇宙或者说全人类的啊 全宇宙吧 不是全人类 全宇宙的知识 他已经是在一个无穷大的一个图书馆里头 已经全部分文别类都放好了 我们刚一开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OK我们被随机的投入到宇宙的图书馆 所有知识图书馆里头 投入到这个里头 没没开灯 那你当然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对吧 接着呢 OK人家通过学习了给了一根火柴 你划出来火柴 看了身边那么那么一个书架上的一本书 但是这本书 他在整个整个书架里头 他到底属于哪个地位 他是初级高级中级在哪用 完全不知道 这是你不知道什么 那什么时候 OK已经有本事了 这本书你敢拿出来把它点燃了啊 变成一个火炬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周边好些个这个叫 那个叫对对对对楼层 还有那个叫书架 这个时候哎 你就很清楚了 你知道这些东西在整个结构当中 该去怎么用 你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啊 再接着的话 最后呢 是通过研究 你找着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叫 灯的这个开关了 把灯打开了 你会看到上下左右 这个书架是无穷延展出去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我知道我不知道哪些 因为很清楚 我往这个方向看啊 力学往往哪里头发展发展 我只我只知道这三个书架 那外面还有三三三千多万个书架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啊 意识到自己完完全全的渺小啊 从而从而被自己 自己知道不知道的东西被压垮 去板移宗教啊 是这么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觉得呢 这个比喻 对对我觉得咱们俩说 我说的是把这个知识 作为课题分的象限 你说的是对自己对 探索过程的 对我觉得很棒 所以这个未来学 或者是咱们信息 信息嗜好 或者是信息 对包括刚刚说这些对话 也是Edge Club 他们说这些未知的知识 怎么样能够实现呢 要把这些科学家和社会学家 和顶级的这个大脑放在一起 让他们对话 他只用了这一个词就叫对话 所以他们就是坚持了 我记得是12年的全球对话 每一个对 他这个对话是具体的 跟泰的演讲一样吧 大家聚集在一起 公布当年的这个叫 叫叫什么Top TopProject 就是最先的12个问题 然后大家开始讨论 是这样了吗 他是一年一个问题 然后邀请100位左右 他们Club大概几百位人 上千位人可能 他会一年 在可能在1月 公布一个年度问题 就征集 哦 对对对 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成本最小又最有效的一个方案了 但是这还可见我们 我们主流媒体当中 对好东西从来 从来不推 可能不理解 可能我们的这 叫媒体工作者 对这种事情完全不理解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因为咱们的媒体 他不太理解科学的那些前沿的那些 也不是说不太理解 还是说他们没有动力去理解 就说穿了 你比如说 现在旁的不说 我们看到这个天宫 对吧 就是说穿了我们国之重器 就各种各样 我们科技方面的重大进展 我们的传统媒体 他第一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报道 第二呢 他也没有机会去深入进去 基本上他们只能拿通稿出来说 而且是啥呢 现在也可能我也现在也发现了 我们顶级的科研学家呢 科研工作者 根本不在北大清华 北大清华早已退出了中国第一线的科学研究阵列了 那那些真的科学研究全是在 那个很艰苦的偏远地方 我们在军事基地里头在哪儿 根本不会在北大清华里头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他接触接触不到这类第一流的科学家 也接触不到我们真正在折腾什么 或者说我们也许可能我们国家政策是这样 对于我们真正在研究东西不得暴露 所以有一个叫战略互务局这么一个 可能真实存在的组织 就是用来把混淆我们中国在在在在在研究的东西 所有落后于我们研究好几代东西才往外头说 真正研究的东西他不敢说 也许也许有这种可能 但不像国外 因为这是我们科研机制导致的 我们的科研主要是国家拨款 而国外的科研主要是你自人筹款 你无论是从基金会发这个股票 还是说找这个赞助 是你要去努力去完成你的这个筹款的 国家拨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国家对这方面他没有控制权 或者说只有指导意义 除非像那个像奥本海默那电影里头揭示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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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啥类的 阿波罗类似于这种计划 这种计划就是这种就是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里头的计划经济 但是这种项目很少 大多数全都是自发起来的 这是导致啥呢 第一他们有动力有渠道 而且呢是啥 只要是报道出来像你说的 这个age人家这个出版商 每一本书出来都是爆款 都是都是畅销书 而且呢 畅销书就变成他的一个叫壁垒了 因为只有我跟这么多的叫叫叫什么来 第一流的科学家长期有这种关系 他们呢也愿意在我的出版社 我的这个编辑帮助下出书 其他出版社沾不上他们 对他们出版的书非常诱人 听名字就觉得很诱人 上帝与新物理学 那种 好吧 还有个复杂 对复杂 整个复杂学的很多作家 都是他们 没事我们先不聊这位 这位我回头 下一次我可以分享 那个分享一些页面 我之前我记得梳理过 还有包括这些著作 复杂学的著作 咱们也可以再积累 有一次可以分 我们就说那个Team Urban Team Urban 对Team Urban很有趣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比较个人 他比较 因为那个约翰布罗克曼 如果代表了财富资本 你说的这些媒体 力量 国家实力的话 这个Team Urban特别个人 他虽然也是一个学霸吧 但是他就是那种 学渣型的学霸嘛 就是不太学的那种学霸 就是那种态度的 他不是在TED 你截那个图 可能是他TED的演讲 对他TED比较早了 那是有关那个叫啥类的 拖延症的 他好像就是因为拖延症了 出圈 接着呢在研究了其他的东西 是的 拖延症 反正那个TED你进去看了 但他呢 他很棒的是 他有一个个人的博客 就叫Wait But Why 等等 为什么 这个很出名 在全球的科技类 博客类 他永远是最好的几个之一 而且他是老少嫌疑 青年孩子 那个反正美国那些老科学家 什么都爱看 他做的这个Blog 就是你说这个 他最早比如自己拖延症了 他就给研究研究 给搞出来 后来呢 他也自己去自发性研究 比如研究神经元 我记得我读过他一系列的神经嘛 脑机接口神经原子 那个 他画得非常棒 很有趣 而且画的都是很难看的那种火柴人 对 但他就是解释的会很好玩 慢慢的呢 硅谷的这些科技创业者都会邀请他来 因为他火了吧 他Blog火了之后 这些科技创业者就会请他来给他们公司画 包括那个Neuralink 就是Elon Musk的那个都会请他来 会请他在这个公司整整待三至六个月 看他们公司怎么工作 访谈他们 然后就化成他那个小Blog 化成小Blog 但是他这个Blog的确产量并不高 是吧 他不像那个叫什么YC的那个创始人 人家就一口气发了上千篇 这个Blog 他这个网站上Blog倒是不多 它是一个个人行为 所以呢 我就想分享 因为我也是看完那个拖 我是先看他那个Wait But Why的那些网页 我看了好多篇很喜欢 然后我就去看他那个拖延症 后来我又在YouTube上看了他的若干个时期的很多访谈 就别人 青年 访问那个青年科技人才在访谈 他就在聊 我觉得和咱们俩比较像 因为那天说到怎么样把这个未来学 还有这个多元复杂的科学转译出来 他说他最早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检索 他会把这个相关 比如信息科学 他也不是搞信息科学 我忘了他什么专业了 比如信息科学 他会把这个行业的20本或者是10本最棒的书 最早可能是要用一至两个月 把这些书全部读完 读完之后他就能够产出一系列的blog 相关的 后来由于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硅谷各行各业的创业的什么新能源 什么都找他之后 之后呢 他就练成了一个能力 就两周 他两周可以研发出来 就是研究理解出来 以他个人的能力去理解出来这个领域吧 最前沿的一些东西 他说无非也就是10本书或者5本书 还有二三十篇 就是咱们那个literature study 学术文献 但你知道做博士那些人 他们要读两年 还读得很混乱 因为他们的体系在那 但这个team urban就说两周 后来我搞什么都是两周了 后来我 我不是也做那个跨领域的产业咨询 就最早就做那个什么先进制造业 就给长三角去做 后来做那个医疗产业 生命科学产业 做那个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等等的时候 刚开始也很焦虑 因为你面对一些那种 专业性的东西 对 最早不就是刚刚研究那个产业的空间策略 我们叫推二进三嘛 就要把三产弄 后来就慢慢 我会发现最早也很焦虑 也要弄两三个月 后来也确实是两周你去读 不管是药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 我觉得就 而且是日夜读 真的是很焦虑的那种日夜读 直到这个框架 你形成一个你个人理解 无限出来了 可能不够细节 听众们现在几乎就变成了 通用型的这个叫代言人 当这个领域的人需要去这个 向大众传达 需要出圈的时候呢 由他来用小火柴人给你说 大家都理解了 那这的确是个通用能力 没有趣 因为他可能细节 没有某一个科研人员知道的深 但是他对这个 就是咱们说这个地图嘛 或者这个general的那个星系 所以我觉得他捕捉的很好 这个挺启发 捕捉的很好 其实那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怀疑啊 他搞了两三个之后呢 你就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 对外进行陈述的一个框架了 就往里头丢着OK了 因为故事说穿了他去跟别人 无论我要去阐述的这个叫新的理念啊 概念啊 生态啊 这框架啊 结构啊 无论阐述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我要给别人去阐述的这个过程是框架 是有一个相对来说要稳定良好 大家吸收方便的这么一个故事框架 那这个故事框架定了之后 那他就可以有地放尸的去 不对暗图索机似的啊 去把那个相关东西拿过来 转化成自己的话啊 或者自己的小人给放出去啊 这这是他早年形成的这么一个 也是啊 我在各种地方看到他那火砂小人 没想到他原型是在这里 我还以为是那叫什么k什么kcdckdcax什么 还有一个网站也是四个字母的也是很乱 他呢就是说是每周呢是画两幅画 已经坚持了十六年了 但他这个画呢都是四个漫画 或者怎么漫画 设计的非常也非常非常广 跟他这个 那个人就比这个啊 Tim Urban要要要要那个叫xkcd啊 xkcd叫对 对那xkcd.rg叫呃 克斯克什么 他也是变成了一个像你说的一个顶级blog啊 这这这种个人的这个叫blog网站 国外这真的是有好多 国内就是国内最大的毛病是 你网站能不能存活是是一个不可知的事情 所以像他这样十年啊 十几年下来一直按照自己的方论去走 真真的是很很困难 如此而已啊 所以Tim Urban他现在的主要的职责 就变成了一个通用代言人 对他还是就是做自己的科技的blog 然后去帮呃那些初创起 因为你知道那些初创企业有时候比如他们研究一个血细胞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们跟投资人也说不清楚 然后Tim Urban就能帮帮他们梳理他们那里面很浅显的 不管是对投资人或者对大众或者对商业品牌 他那火柴小人就是都是讲就是那种幽默 他的观念词比较幽默的 你人话幽默等等 对对对对 幽默对他这里头的主要的幽默 其实就是叫啥来着 叫叫反转啊 反转他幽默的罚的倒是不多啊 多数情况下就是反转 而且他手绘的那东西比较有魔性 就是就是一个成年人 你你即便是没有进行任何绘画的这种叫基础的训练 很难画出这种像小孩胡乱画的东西 而且他又能够把你画的这个就说穿了 你要是又是涉及到科 就是类似这种用这种简笔画去描述科技类的 他一个趋势呢 就像国内的有一个叫叫霍霍 就是那个西桥啊 西桥他们两口的现在基本上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可以代言用他的漫画去进行一些阐述 但是他的就是全部用电脑画 就是越来越去向于这个叫精确 或者说精致 但像Tim Urban这样 这快快20年了 还是这种简笔乱画的 这个这个算是算是想明白了啊 就简笔乱画 他他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个叫啥高桥流 他能在第一时间把我画想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意思传达过去了 就让你不会欣赏他的画作 就是你画画的漂亮 那可能会欣赏你的那个线条啊 颜色呀 但是他的画呢 会让你第一时间get到他画想表达谁 然后呢就不会再看他的画 画是这种特性 这也是很了不得的一个特性 然后你为什么想起来专门介绍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两个渠道嘛 一个是文字嘛 咱们不是在说阅读吗 Edge Club出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未来学家他的这些著作 他的话语很重 然后你去搜中文中文相关的著作也有不少 那个可能那个level就不太齐 有的好有的有的不好 就没有说 而战卢比如中国那个战卢 他倒是挺好 翻译了一些类似这个 对然后那个team urban的原因是 你我不是都挺喜欢那个illustration 就是插画和这些 对 其实今天咱们 我想的是咱们有一个所谓的线 就是聊这个未来学家 他的未来学研究的价值转换的一些可能性 他有一些可能性 就是比如出版 或者对商业去做 比如商业品牌的阐释 或者是商业的策略等 品牌的科技企业的策略等等 然后所以科技插画 其实因为你刚才也说那个我记得是法国 还有那个墨尔本 他们某个大学里面就会有那个科技插画的竞赛和专业 他就是就是很棒 就你画的很漂亮的那种 对类似那个那种 对回头我也说几类一些 就是叫科技插画 科技插画 插画家 插画家他也有不同的这个这个叫派别啊 像我知道的最早 可能为科技插画就空山机 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叫叫性感机器人 那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是第一批用喷绘那个就是喷绘枪开始去画画的日本人 然后他的他后来结果到现在发展成火人节还是哪上面 他那个只要是性感的女性机器人啊 都是从他那里头延伸出来 包括很多那个电影啊什么的 因为他是头一个开始这么样画画这个机器人的 以往机器人都是以战争啊 或者说这个叫男性为主啊 空山机是第一个把他画成画成女性的 而且你这个用机械结构去表达 这无论就当年看的是非常震撼 后来慢慢他变成了一个一个普世的一个东西 你也有收藏了 他的我没有收藏 你可以发给我几页他的 就是这种科幻差就是这个莫比乌斯嘛 是莫比斯 你还买了 我是我这只搞到了他这个叫电子很贵的 这种是很贵的 这个好贵 这个大概四百多块一本 我买了他的几本 这个科技插画还有科技漫画 还有咱们那天不是也聊到那个爱死机吗等等 爱死机的那种多元风格的那种 三D渲染二D渲染 我觉得好迷人 好当代 然后还有价值的话 一个是聊这个科幻叙事的价值 一个是聊 我觉得未来可以继续去弄 一个是未来学家 我大概从今年年初就开始 想把各个性格的那个未来学家 用咱们的语言给表达一遍 就比如刚刚说这个Tim Urban是幽默风的 还有那个布罗克曼是那种那种风 稍微权威和媒体风 比如KK嘛 KK也很棒 他的故事也很独特 咱们可以 KK是吧 KK KK故事很棒 就是可以 对这些人 这些人实际上他们的共性啊 我呃 你得在共性中 然后分分出来他们不同的这个叫个性 但是他们全都是就是都有点像谁呢 像像马云 呵呵呵 为什么这么 就是所有这些人他们从事过的职业一定超过十 待过的国家至少超过五就是说他的之前他这个所谓三十三十岁之前的这困惑期非常非常长 所以他们的叫叫拼尽权力的各种各样的折腾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个叫叫知识领域当中窜来窜去接着慢慢才形成了自己的这个叫有别于其他所有行业的这个世界观然后呢才发展出自己的事业你像马云不就是从翻译啊到什么卖书什么什么都什么都干过但是像KK包括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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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啊他他从他们家里头他他老爸是医生他妈呢好像是法律师吗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而且这是人童年从来未来什么有没有工作去担心的好像就是可了劲啊哈哈哈哈折腾了最后呢啊才发现哎这个人类好像这个好像所有行业都不靠谱啊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析去给别人说故事说穿最后做的事情全都是进行沟通 为了沟通不同领域的东西 把自己化成了一个叫沟通了一个新的渠道 就以往的渠道 传统的渠道都不起作用的时候 他们站出来 比如说KK的那个叫全球全球盖揽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媒体渠道 就以往从来没有过 以纯粹的目录为内容的这么一个 一个媒体形式 他给搞出来了 那么像teamover也是 拿自己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经历 就是拖延症来去说事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OK 他发现了富豪科学家沟通之间的这个困难点 为了打破这困难点啊 创造出一个叫啥类的 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他们的共性 所以你在你要整理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下方式去介绍他们 说穿了呃就是他们最后给出来的成果 就是我一直关心的是啥呢 成果我们可以 他们给出来成果本来就是嗯 让大众可以理解的是一个成品的样子了 但是我关心的这个成果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方式 就是这个纯果酝酪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是我们我们我们普通人 可以借鉴的 OK 你已经开始用研究这个方式了 跟那个呃呃呃呃呃呃呃 类似啊 他也是用 其实业余时间啊 除非退休了之后啊 他可能专心致志 用业余时间去写的书 对吧 那业余时间怎么样推动他啊 去长时间去盖揽 或者无论是精读 还是掠读这么多资料 而且是把自己 旅程当中的所有东西 去去有有 有目的性的 可以说是很早之前 就有目的性的 用笔记方式记录 后来才能成为他这些书的这么多 与众不同的 你家的猫 对啊 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叫材料啊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也是 虽然我们现在其实 每天经历的这个叫信息 信息炒洪流 比过去也不说 也不用太久 一百年前吧 一百年前 那个比如说那个处仪啊 这种皇帝 他应该说是 这个一个国家民族里头 他每天可以接收到的 这个信息是最多 但是他 可能他一年接收信息 也就我们一个星期 接收信息 就全盖过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OK 我们明明已经有这么 这么多的这个信息 为啥就想不到利用起来呢 对吧 OK啊 因为这个周末他去什么 我女儿去 他现在也做导演 给导演那个话剧的时候 被同学感染了 所以今天刚好还在家里头 那个吃药休息啊 还好 马上就十一放假了 OK 你女儿好厉害 你女儿也是喜欢这些文学艺术哈 换也读了一些吧 她是想做 之前想做服装设计师 现在又想做什么插画师 反正 总之就是反正也是文艺范吧 对我们继续 我觉得这个未来学家 他有很多种风格 就你刚刚说那个共性 我觉得总结特别好 他们经历了各种坎坷之后 找到了一种更复合的 更庞大的 或者是更深维的 我个人思考的是 这里面有几类 有一类就比如是研究范的 比如这个贾蒙德 而研究范的还挺多的 这研究范你看就挺容易去系数 比如那个人类简史 有瓦尔赫拉利 他也是搞历史的 他研究那种封建制度 中世纪封建制度 人学制度 还有就那个大历史 有好几位大历史研究者 他们发现 越研究人类历史 越得朝前 越得朝后等等 这研究是一类的范儿 另外一类范儿 就是你说类似这个KK 或者是Tim Urban这种 就是人生经验 人生历练之后 那个融合的这些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 每一个他的故事 都不太一样 就比如那个尤瓦尔赫拉利 他虽然是研究 封建那个历史 中世纪历史 但是他吸收了很多 包括对 智人神 人工智能的那些态度 他自己都说 我是2014年读的 那个钢铁枪炮和细菌 和病菌那本书 我觉得从那年之后 我整个的阅读结构 发生了改变 对 那本书我是彻夜给读完的 我记得读了两天 就读了好久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但是他一句话是这么长的 对吧 武行一句话 他就因为英文翻译 不知道咱们读的是不是一个翻译 我读的是22年的一个新的版本 是那个中兴出版社出的 你读的估计不是这个版本 我读的是老版本 他翻译特别学术 就跟写那种很痛苦的论文一样 反正我记得是武行 整整武行一个句子 然后这个定语套 但是我就那样 我就觉得超级吸引人 因为在那个之前 我好像读很多虚构类的 那些作家 或者是我自己的专业 从那个之后 我就觉得人类学 居然可以这么好玩 咱们小时候的那种 那些什么小麦啊 驯化动物 我觉得它是 就那些驯化那些词 是我第一个从他那听到的 可能也他也不是第一个 但是从那个之后 我会发现很多人类学家 都会用这些 包括尤瓦尔他们 所以我觉得 当时我就觉得工程技术 因为我之前是工程技术 就不行 肯定得跟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弄 所以很多人 其实包括那个复杂学家 他最早都是研究 就是等等吧 包括对 我还在想咱们俩之间的对比 因为都是 共性可能是建 architecture嘛 都是建构 建构 你建构虚拟世界的语言和逻辑 我这边要去帮城市去梳理道路逻辑 和叫房租嘛 急差地租 地价等等 那些商业用地等等 这些逻辑的系统 觉得这些可能建构了之后 我们都会朝另外一种更宏观 或者是更 说法 更复杂的一个 一个系统去探知吧 也不是更复杂 说穿了像我们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开 我们的共性是啥呢 通过不同的这种 小的系统的这个构架 后来发现 一劳永逸的啊 让这些小的系统可以 可以稳定的永续进行下去 需要对大的系统进行调节 所以我们不得不探索整个人类 这种视角往上往上走 然后呢 往上走就会发现 它跟 是跟那个叫啥类的 其实叫复杂系统呢 它都有一个特性叫分型 就在不同的层次 它的结构呢 是相似的 这才是我们为什么 突然看到枪炮 并均与钢铁 这类大历史或者说大的这个叫 宏观未来学的这个阐述的时候 感觉到这么有兴趣 并且是啥呢 并且是感觉到感召吧 感召 原因就是啥呢 他们通过他们的这个问题 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 把我们感知到的模糊的问题 给具象化 那这才是我们能够get到 他们这个点的这个共同原因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所以那天咱们第一次聊 我记得是前两次第一次聊未来学家的时候 我们就说那个科幻作家是不是未来学家 其实也是 他们就是另外一个范儿的 他们的表达和表述 他们更加不受限制 或者说甚至于他们的限制在于哪呢 他们的限制在于让让人 让读者能够相信他们的假设 跟我们现在的就基于现有的这个叫去推出来的相反的 就现有的是我们拿到的这些条件 全是现实的必须用现实的条件呢 去推演出未来可能性的东西 那科幻学家翻过来了 直接把未来可能性东西当成一个现实的条件 再去展开展开展开叙述 这有点像相对而行 有点像他呆梦的这样的相对而行 所以这个美国的那些号称是未来学家的这些人 他很爱科幻 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和科幻的那个著作或者是态度也有区别 但是人们还是对他们充满误解 人们说未来学家爱预测之类 也是 所以去找他们的共性 咱们可以把关键词回头再列一列 包括他们的表述的 对表述的共性 不过这些表述的共性也只是为了 所谓的破圈 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能够让听众快速get到他 但其实这都是一些标签化或者是误解了 如果你不是真正把他们的这个叫 应该说是作品吧 都都至少胡伦吞一遍啊 你可能根本get不到他们真正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大众就会觉得他们啊 这来学家预测了什么什么 大众会有一些物质 所以对我觉得这来学 预测倒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预测本来就是未来学家 他这个叫或者说是啥呢 资讯啊 资讯里头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这个叫叫形式啊 但是预测人家不是跟算命一样 未来一定会是这样 他只说预测是一个趋势 你如果这么做会导向这个 你如果这么做会导向那个 就像你说的 我进行这个叫什么来着 城市规划的时候 你如果这么规划 后面这个地方的经济一定会上升 一定会下降 是这么一个推测方式 不是说OK 你买这股票以后一定会涨 不是这个推测啊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咱们共创 还有聊的这个内容 因为未来学家 他比较栩栩如生 活生生 他著作又在这 反正这个是个好玩的一个线索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研究 或者展开的一个基础嘛 对对对 这个线索可能比较具体 因为它是半线性 有发线性 咱们之间 咱们上次聊过一次 咱们这个社群 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 我觉得我个人判断 还是线上为主 因为线下去聚科幻的本地社群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慢慢 所以我特别支持你搞的这个 直播等等这些形式 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 咱们之间能够聚出来 有未来学精神的 未来 就是我们上次说了 你说了一个气息气味 或者是我说了一个配方 比如未来学家文旅 未来学家教育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块的价值转换 我是觉得可以 探讨出来一个模式 就是类似叫 未来孵化器的模式 就比如你看咱俩这样 简单碰撞几次 就能梳理它的 很多价值的转换的可能性 而且我们还没有展开了很多 那有没有可能 更多同伴进来之后 我们那个对谈和能够碰撞 或者是能够转换的一些价值 就会更有趣和有效 就生长 是就跟你说的 club一样嘛 人家是每年定期聊一次 那我们每周定期聊一次 慢慢才 就你如果不对谈 是永远不知道大家 是有哪些 众同的这个叫志趣 或者说这个叫目标的 情况的确是这样 OK好 那今天也是一个小时了 今天就是 主要就是以两个 两个我们认可的 比较有趣的未来学家 这个行径导出来 对谈的话也是一样 你只有这个通过线上吧 线上比较自由 慢慢谈下来 稳定下来之后 就形成了 一定要线下高通的冲动 我们才来 来一次线下的 这样可能比较值当一点 不然的话 线下的确 它这个成本比较高 替代比较 比较大 反而容易最后呢 就失望 对 如果是有那个 慢慢的咱们把线 比如项目聚焦 比如这个未来学家 当然我们就要做12个未来学家的一个去文 不一定去文 生长路径 whatever 那样 我们形成一个线索之后 可以线下开会 建呀 或者是可以更密切的去弄 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像你说的 这至少我们先统一出一个书单来 每一种 每种门类 或者怎么定 这个书单先列出来 那么这书单 然后还得要梳理出这个顺序 无论是你每一个 哪一个门类 或者哪一个未来学家 他一般来说呢 这个书至少是五六本往上走 哪哪一个书 这五六本里头先看哪一个 后看哪一个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说穿了 以前嘛 这个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都看完了 才发觉 他其实要了解这个人 有可能看其中一本两本就够了 其他的呢 才能在这个正确的上都积累下来 而不是ok 反复全部读 全部读两遍 才能够找着正确的这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给他 说穿了 你既然是这个孵化器也好 或者或者这个这个团队 给出来新人 他这个入门级的这个 不叫任务啊 这个路径啊 这是我们值得先给出来的 对 我们可以再再再沟通 平时线下的微信的 那个及时消息的沟通也可以 比如那个Edge Club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棒 可以就挑一本 就是互联网 因为你互联网改变了 人类哪些思维 那本你可以试一下 那个就能出现 对比如他那本 可以 那你把他的这个链接 先给我一下 我去找着看一下啊 那本可以试一下 因为他有大概有100多个 或者50多个发言 从那边肯定能找出来 十来个 你觉得特别那种 那种那种 有感觉的啊 对对 OK 好的好的好的 对前年跟年轻人做过一些这种 当时给他们推荐的 也都是Edge Club的一些 他有不同的主题 有的是互联网 有的是心智 有的是记忆 有的是什么什么生命吧 所以每个人会有 对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性的菜单 回头再 对咱们再弄 OK 对 好 行 那今天先到这 又是无头无尾 我觉得已经比之前要从容一些了 之前是那个绕绕绕 这次还 就顺着来 顺着你的线索来就行 我基本上就是补刀 你说的这个东西 之前好像哪聊过 就给你补上 好 不会啊 我是被你的阅读精神打动 主要我这还是阅读都快 这为了让我阅读慢下来 不得不通读 逐字逐句读 不然否则 那一本书 一个下午就看完了 肯定会错过很多东西 书斋就很 下次可以再聊 那个书斋等等 那些 OK 对 好 好 拜拜 下次聊 拜拜 拜拜